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先别激动 你听我说啊 这在北京啊 将军府也是军事重地 我师父的战友他在这块战岗 我刚才亮出了我的工作证 又跟门外说了咱们这场关系 他才告诉我的 那你师父的战友呢 太不巧了 刚才战岗的跟我说 他上个月被调回军区了 那你跟他说说 你说我想 我想进去清眼见见将军 进去 小姨 你太天真了 咱们能找到这儿都已经很不容易了 你跟他说 我崇拜将军 我仰慕他 我想拜见他不行吗 小姨 你听我跟你说啊 如果咱们没有哪一级组织上的介绍信 哨兵肯定不会让咱们进去的 就算是咱们进去了 那将军贴身的警卫 也会把咱们赶出来的 那将军不出门吗 他不上下班吗 小姨 将军出门上下班 那都是坐军车的 你别告诉我 你要为了见尹将军 还要去拦他的军车啊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呢 今天就只能先这样了 要不然咱们先回去吧 至少咱们现在知道 将军家住哪儿了 以后的事情 以后再说吧 好吗 走吧 再不走咱们就赶不上车了 一九六一年秋天的傍晚 我终于找到了父亲的居住地 一道大墙 将我们隔在了两个世界里 咫尺天眼的感觉 像一阵秋风袭来 让我浑身都凉透了 我突然觉得 我可能一辈子都很难逾越过那道桥 那座紧闭的大门 将继续封锁着一个关于我身世的 长达二十年的秘密 难道我一直要在这样的迷茫中煎熬吗 叫一声父亲会这么难吗 在那一天之后 许多的黎明和黄昏 我都徘徊在大墙之外 我盼望着他会从大门里走出来 让我看他一眼 我都会在那儿 我都在那里走现 我都在那里走 我都在那里走 我都在这边 我都在那里走 我都在那里走 是我想象中的父亲的面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是夏叔叔家吗 夏大哥 你们学校可真够大了 我找了这么半天 麻烦你了 其实我可以坐公共汽车去的 不麻烦 我今天夜班 正好我也想回家看看你 上来吧 坐好了 哎 坐下吧 小姨 小姨啊 吃桃子 是吧 哎 对了 小姨啊 刘云石他现在怎么样了 刘叔叔挺好的 他那个县委书记 当的老百姓满意不满意啊 满意 好好好 锦南现在怎么样 锦阿姨挺好的 他在我们那边 县医院当书记 那他身体好吗 肺怎么样了 肺 哦 你可能不知道 战争年代 你锦南阿姨付过伤 一夜肺被子弹打坏了 割掉了 怪不得呢 有时候我看他喘气 又挺费劲的 嗯 哎 吃桃子 吃桃子 嗯 对了 这刘云石 现在还爱发脾气啊 反正我没见过刘叔叔发脾气 哦 对对对 你是没看见 你刘叔叔在部队里啊 叫刘大炮 这脾气倔的呀 说火就火 连手掌他都敢顶撞 不过打起仗来啊 那可是一员猛将 经常是自己 端起机关枪就往上冲 他们原朝那会儿啊 他都当上团长了 还领着战士往前跑 这气得手掌直发火呀 刘大炮 你要再这么胡闹的话 我把你撤了 让你回家放猪去 可他回答呀 手掌啊 我不是放猪的呀 我是呼叫猪的呀 把手掌给逗乐了 手掌 可以开饭了 行行行 走吧 走吧 吃饭吃饭 随意 走 请不吝点赞 小姨 你一定饿坏了吧 我就这样在夏叔叔家吃完了一顿饭 没有人对我说起腹签 我也没有提过这个话题 我感觉得出来 没有人对我说起腹签 他们都在有意回避这件事 我能感受到笼罩在他们家里那个无形的压力 我也明白这压力来自于哪里 我想以后不应该再去打扰他们 这是我自己的事 理应由我自己来解决 我不再寄希望于任何人 也不想给任何人再增添不必要的麻烦 你觉得我死 し不起 你腿软 怎么了 您这是去哪啊 快到我工厂了 去你工厂干吗 我想 我想让你见点我女朋友 你有女朋友了 我有女朋友 这 快一点 夏大哥 你是不是误会了 我爸妈一直觉得我没出息 我上大学 工厂当个技术员 还找了一个工人女朋友 他们觉得我特地有下家的脸 其实我跟我父母在一起时间并不长 当年他们为了取燕湾 把我寄养在了一个老乡家里 那时候我才三个月大 三岁那年 我从这个老乡家走丢了 后来就一直过着沿街乞讨的日子 你看过《三毛流浪记》吗 那就是我真实生活的写照 我就一直像一只小狗一样地活着 直到我十二岁 就是天津解放的第二年 我父母才找到我 当时我被收容在孤儿院里 一山蓝绿的 满身都是臭臭 突然有个女人冲过来 一把把我抱着 说让我管她叫妈 我当时吓得差点咬她一口 恨过她们吗 没有 战争年代嘛 我们的父辈都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像我这样的孩子太多太多了 我还算幸运的 还被家里人给找到了 有太多孩子 再也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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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姨 你怎么了 原来一直以为你们这些干部的孩子 从小肯定过着养正处优的生活 没想到跟我们这些普通家庭的人比起来 我都更无人 算了 不说这个了 可以 下个礼拜天 我带你去吃西餐吧 到时候我帮你未来嫂子也叫去 你给我参谋参谋好不好 好 好 送给你 阿姨 燕燕呢 你歇会儿吧 你看看 这好不容易一个星期天 你回去啊 多帮你妈干干活 没事 阿姨 世神上大学 世君哥又回不来 你身体又不好 我帮你们多干点加入 这是应该的 你看看这多不好意思 没事 刘叔叔 我 我去现外吃饭 我去换盆水 你说这 阿姨 我去换盆水 那是世君的房间 都两年多没人住了 不用打扫了 知道了 老四 对 我去说 nova 是 可 民家 有这样的事啊 是啊 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说我又不能赶她走吧 我又不能说穿她 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姑娘 在你面前是晃来晃去 弄得我们家老刘 一到星期天 就得到县尾食堂去吃饭 你说怎么办 那可怎么办 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啊 说得是啊 真是丑死我了 小杨 你跟她是邻居 你们家老饶 跟米燕业她妈王湘岚 又在一个剧团工作 这事我就想求你帮个忙 你去帮我说说 你就跟王湘岚直接说 说我们家市军啊 不会跟他们家米燕业 谈恋爱的 行吗 行 那我们试试看 那就谢谢你啊 王老师 这一日之事终身为父 不是 终身为师 我呢一直啊 把燕燕当成自己的徒弟 就是因为这个 我才怕她落下个病 你是不是耽误她的青春 王老师 我这说深了说浅了呢 反正你多担待 我知道 那好吧 没事了 我就先走了 你快坐下 什么事啊 我说姚德文啊 自从我们做了邻居之后 您好像是第一次上我们家门吧 你这我 你这这我 是第一次吗 在剧团里 你也是老躲着我 我 我说姚德文 没有 怎么老躲着你 今天 要不是为了我们米燕燕 你还不会来 对不对啊 不可能 我跟你说 我一直把燕燕当成徒弟 再说了 咱们现在已经是同志了 同志就得互相关心 互相爱护 互相关心嘛 是不是 没错 我说啊 哎呀 饶老师啊 总是那么关心别人 哎 你自己过得好不好啊 什么意思 哎呀 我听说 我听说 你和那个人 分开睡的 我 谁 谁在意啊 你心嚼舌的就是胡说八道 我这些 真可怜 冷卑味的滋味不好受吧 你这不是在浪费人生吗 这样虚度光阴 你不觉得遗憾哪 啊 哎 哎 绕得文我跟你说啊 这些滋味我都懂 哎 绕得文啊 你要是觉得闷的时候啊 你就过来聊聊啊 啊 我们家的门啊 永远替你敞开着 嗯 真的 哎 我说王老师啊 你这胡说什么呢 我是结过婚的人了 哎呀 我是有身份的人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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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有身份的人 真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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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晚了 怎么样 是不是不好说啊 要不我去吧 嗯 说了 我心里烦着了 我出去走走 哎 吃吧 哎 哎 那个米燕不来了 哦不来了 你亲自跟她说的 嗯 真不愧是做政治思想工作了 这种事啊 我还真不好开口 我是让杨虎去帮我说的 你说你 这种事你又去麻花杨虎还是吗 他们是邻居 那燕燕跟小易又是好朋友 我觉得她去说啊比我更合适 是 也是啊 说不定杨虎 将来就是世君未来的丈母娘 老刘 我还正想跟你说这事呢 我觉得她这样的出身呢 跟咱们家世君还真不合适 你瞎说什么呀 那她到底是谁的女儿啊 杨虎的女儿杨虎的女儿 别跟我扬扬 到现在都不跟我说实话 真担心 你傻掏什么心理 孩子们就让他们自己发展去 你啊 你就等着当未来的丈母娘 或者是婆婆啊 ff伤 我没说好 真担心 你没有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方来的 在北京上大学 南方来的 那 那 那跟我有缘啊 小小子 要不然你把案介绍给我 行行行 不行啊 人家可是有来历的 要不然这样吧 我跟我朋友在楼上吃饭 你们俩待会儿一块过来吃 不用了 你们吃你们的吧 我们就在外边吃 不是 南方 你听我 行行行行 你先上去 我等他回来行吧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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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这么晚 这么大碗 不吃牛 倒了一碗 一口干 你猜他什么反应 什么反应啊 郑姐方那个表情啊 他就没差点给我跪下来说 哎呦喂 南方哥 我们服了 我们服了 真的 不骗 郑姐方 我们就要把他给择得 甜甜的 郑姐方这小子 就这么制裁就对了 郑姐方 又吹上了啊 好 忘了上个星期 我怎么把你喝趴下了 夏大哥 给你们介绍了两个朋友 这位 夏大哥 夏金伯 他老爷子 外交不公职 行行行行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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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欢迎 这个是南方来的大学生 跟我特别有缘 你叫什么来着 他叫杨晓忆 杨晓忆 杨晓忆 大家说他漂不漂亮 漂亮 绝对得漂亮 可以你说 赛过白杨 不输上官云朱 我告诉你啊 刚才哥们上厕所的时候 看到他我连尿都忘了撒了 大方 你喝多了啊 大方 夏大哥 你看不起我酒量啊 不是 来 低口 走 慢点 来放 你别劝我 我说干了就是干了 来 夏大哥坐 坐 行行行 来 坐 来 杨晓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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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你可是贵宾啊 怎么了 不给面子啊 不给面子啊 来 南方来的大学生 我敬你一杯 走吧 对不起 我开心 我不会喝酒 毛主席说过 要知道梨子的味道 就要亲口尝一尝 你可以把这个当作你自己的第一次嘛 对 第一次的第一次 诊男啊 为了继续去 别闹了啊 我说杨小一啊 你是小城市来的 你可能不知道 跟我吃饭的这帮哥们 都是什么身份 他们家父母都是干嘛的 就说我吧 我要是把我老爷子的名字说出来 能下泥根呢 行了行了 南方 你喝多了啊 走走走 你坐下 坐下 坐下 哥 别闹了 杨小一 把这酒喝了 南方 别闹了 别 别了 快 放 别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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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 再给我抓 我靠 之前我那几个女朋友哪一个不是这样的 给我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我还搞不定她 我干 我南方两个字倒过来写 来 南方 你给我坐下 南方 算了 不够你丢人的 南方 算了 小女孩 你跟她叫什么劲儿啊 我们喝酒 好 来 喝酒 好 兄弟们喝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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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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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别走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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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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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来 来 走 来 来 小易 刘老师 你怎么在这儿 那个 我约一朋友在这儿吃饭 你也跟朋友在这儿吃饭啊 我先走了 杨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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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那我 你今天被我看见了 你就跑不了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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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走 行了 你完了 走 走 走 别闹了 别闹我 别闹我 你们就回宿舍了 杨小一 吕老师 我们先走了 好 再见 我有事情跟你说 这样去你宿舍吧 要紧是的 走吧 你花水 绿老师 好 谢谢 你家乡的那位叔叔 是你什么人呀 怎么了 是这样的啊 你现在所接触的人呢 就好像说那个夏金博吧 他的父亲呢 叫夏中杰 他直接从部队转业以后 就去了外交部 您怎么知道的 这个你就不要管了 我就是想知道 你是通过什么样的关系 认识的他呀 没关系 不想说就算了 那这样 咱们聊一聊 那天你在那家西餐厅 遇见的那伙人吧 你知道 那天那个喝醉的男孩是谁吗 不知道 就觉得他是个 被教官坏了的干部子弟 要是不来北京 还不知道有这样的人呢 他的名字呢 叫做南方 他今年刚刚二十岁 但他已经是北京大学的 预设生了 怪不得 他怎么姓那么奇怪的姓 据我调查的结果呢 他不姓男 而且 与好些大院子女一样 他们既不随父亲的姓 也不随母亲的姓 这应该是 当时在战争年代 很多人颠沛流离 为了保密自己的身份 所以他们才改的姓名 就他那样 还战争年代出来的孩子呢 完全就是个顽固子弟啊 那 你想知道这个顽固子弟 是谁的后代吗 不知道 也没兴趣 再也不想看见这个人 是谁的 那如果他是你 朝思暮想的一个大人物的后代呢 就是我吧 我要是把我老爷子的名字说出来 能吓你一跳 他的父亲就是大名鼎鼎的尹泽贵将军 他应该姓名 叫尹温泽贵 好了 我把我了解的情况全都告诉你 你那么想见尹将军 而且现在你有幸见到他的儿子 怎么样 你会不会感觉 会失望呢 好 我想告诉你的事 你看夏金波他貌似汗 但是你想要他常年跟这样的一群人混在一起 是不是 没事 你呀 自己多把握把握 吕老师告诉我的真相 他也让我感到意外了 他也让我感到意外了 我居然在那样的场合 邂逅了我同父异母的弟弟 我现在甚至想不起来他长什么样了 我现在甚至想不起来他长什么样了 印象中他飞扬跋扈地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一脸不屑 满嘴旧情 在我的人生字典里 那样的男孩 那样的做派 就应该叫做流氓喜气 这根本不是新中国青年的形象 他与我心目中的尹泽贵将军 相趋深远 来啦 红烧鱼 九叔姐 我跟你说啊 这是昨天晚上我钓的 朗老师 你太能干了 来来来 你辛苦了 今天多喝点啊 我不能喝酒 杨太夫不让我喝酒 今天不听他的 听大姐的 喝喝喝 你这市军还没回来呀 是不是火车晚点了啊 菜都好了 来来来 咱们边吃边等啊 好 那个 第一杯酒啊 庆祝咱们国家度过艰难时期 修正主意也压不化我呢 来 干活 来来来 别不等我啊 睡醒了 阿姨可回来了 爸 快点快点 家阿姨 很好吃 去 去 去 快点 火车晚点吧 车上遇到一个忙人老大爷 顺道送他回去 陈姐也是军属 儿子是当兵的 好 快点啊 来来 别客气了 来 等会儿市军 都当连长了 市军在部队进步真快啊 来 市军 过两年就二十五了吧 该考虑个人问题了 好 说实话 我在部队 还真给小姨写过信 但是她说 不太想谈恋爱 还说 终身不嫁什么的 你看这小姨这理由找的 你要说是怕耽误学业吧 这还有情可说 哪有说自己终身不嫁的呀 杨虎 这你就得批评批评她啊 妈 靳主姐 这个 小姨啊 过年过节都没回来 他们就靠通信来交流思想 这杨虎哪儿舍得批评她呀 哪也能批评 吃吧 吃吧 你这菜做得还真不错 是是是 来来来 大家吃 大家吃 我跟你们说啊 我这个人啊 可是一个全能型的服务员 您看 您呢 是为全县人民服务 我呢 就为杨虎一个人服务 靳书记 我这也算是 间接的舊子缝纱 是不是 妈 腔上了 那个 杨阿姨 杨老老师 好久不见 敬你们一杯 爸 妈 来 一起吧 好 来 来 杨虎 别嫌我喝了几杯酒 多嘴啊 晓忆啊 之所以有这种想法 跟缘就在你 好了好了 我喝多了不说了 行了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众瓜伯瓜 众豆伯豆 你的情况啊 小易是从小看到大了 他一直认为你这个当妈妈的 就不信了 之所以他现在才说这种 你以为他说这种话是闹着话的 他是心里在说话 说到底 他是对婚姻没有信心 你看 放寒假 过年他都不回家 这接缝四连都看在眼里了 难怪王湘岚说那些话呀 说到底 小易啊 还是嫌弃我这个继父王 他觉得 我配不上你 像咱们这混结的 行了 不说了 走吧 回家 小易 今天侍君探亲回家 妈妈听他说起 你对爱情的想法 妈妈觉得 你错误地理解了 无产阶级的爱情观 和婚姻观 同学 同学 有杨小易的信吗 有 这样 你把它交给我 我正好要去看他 我帮你把它送过去 好吗 行 谢谢啊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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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